生肖狗 属相狗的朋友财运在近期会有不错的发展 运势会明显的提升 加上眼光好 善于运筹帷幄 有发横财的可能 它们聚财能力一流 八方富贵 一身紧一玉石 入账不少 一出门就有走运的好运气 贵人运越来越好 福气随之而来 生肖兔 生肖兔的朋友一向是有福之人 顺心如意 贵气旺 财气盛 急心高照 前期得到贵人指点迷津 紫气东来 在工作上越做越顺 事业一路飙升 势不可挡 家庭和睦美满 生活乐逍遥 简直是让人羡慕不已 生肖兔有横财之运加深 咸于翻身的机会来了 所以属兔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快点来接横财吧 生肖马 生肖马的朋友 本月开始运势上家 能顺利接住好运 不仅富贵还长寿 今后正观生正财 在事业上定有一番大作为 有富贵荣达之命 事业上通达顺畅 将来富贵横达 遇贵人 天财宝 猪士顺畅 大吉大利 他们做事会轻松顺利 工作上的专案顺顺利利 事业蒸蒸日上 红红火火 生意开创新格局 连续生财有道 只要能抓住好时机 就能存款增长 财富节节攀升 生肖龙 生肖龙的朋友 具有魄力和包容心 他们思维包罗万象 善于创新 命格本身就是高贵之人 事业上通达顺畅 财运大好 未来蒸蒸日上 定位不凡人 腰缠万贯 富贵不求人 万事顺心 赚得盆满钵满 一夜暴富 风雨坎坷人生路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所有的事情 都来得很自然 有失败就会有成功 有完美就会有缺陷 且让一切顺其自然 保持顺其自然的心境 面对生活 面对人生记忆里 或者正在发生的 新鲜的事和物 曾经拥有的 不要忘记 已经得到的 要更加珍惜 属于自己的 不要放弃 已经失去的 就留作回忆 想要得到的 就要更加努力 生活里要想行好运 就想先明确 自身前进的方向 并且还需付出足够的 多的努力和汗水 再遇到困境 是不随便放弃 让自己的素质 做些提高 这样兴旺的气韵 才可能到自己身旁 同时 没准还能有属于 自己的贵人来敲门 下面就和大家分享 接下来88天 李贵人敲门来 闪烁光芒 好事进囊中的四大 属相机 属相机的人性情成熟踏实 哪怕自己的家庭 条件并不是特别富裕 但是属相机 不会甘于此 会去凭借自己的一番 奋斗来打破现状 让属于自己的日子 能逐渐达到理想 属相机 在接下来的88天里 他们的贵人 将悄悄来到身旁 让属相机 平时鸡肋的难题 得到化解 周边常有喜事发生 开始进入自己的生活状态 属相胡 属相胡的人 不容易满足 这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总 想在上层面前 把自己具有的 才能给展现出来 能受到相对应的重视 在接下来的88天中 属相胡的贵人运极其旺盛 让他们在职场中 贵人真的给予不少 展露他们才华的良机 属相胡也是因此 在事业上越走越顺风顺水 烦恼不再存在 财富更是有极大增幅 属相马 属相马的人在近期 状态本就不差 在职场上处理各种项目 都能将其完成得相当不错 中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错出现 属相马在后面88天里 他们受到了复兴的眷顾 让属相马周围的贵人 齐齐到来 工作上的业绩得到不少的上涨 自身的工作状态更佳 周边更是喜事 不断传到耳边 飞黄腾达很快就将到来 属相蛇 属相蛇的人做事不会着急 他们总能按照自己一套节奏和方法 将事情处理得顺利万分 懂得去利用周围的各种资源 属相蛇在未来的88天里 他们在工作场上有贵人提供晋升的机会 只要蛇牢牢把握住 那摩事业发展将变得更加迅速 达到属于自己事业的高峰 生肖龙 龙年出生的人 贵气十足 天资聪颖 具有狠将的领导能力 从明年开始 他们的运势蒸蒸日上 被好运包围 而且十年之内平安顺遂 裁员旺盛 不仅没运和小人不敢亲近 而且事业方面的贵人扶持 平步青云 顺风顺水 只要想完成的目标 都可轻松实现 心想事成 通过十年的努力 他们中十有八九富甲一方 生肖猪 属猪的人思维敏捷 善于投资 他们近年来的财运 虽然没有大的起伏 但是其投资眼光一直不错 在未来的十年里 得天财星的庇佑 投资回报的收益较好 也使他们有望积身富人的行列 生肖马 马年出生的人 在今年苦难较多 事业上的难题得不到解决 郁郁不得志 好在从明年开始 他们的霉运烟消云散 前途一片光明 更幸运的是 在十年之内都行大运 让人羡慕不已 只要可以脚踏实地地做事 保持充分的斗志 哪怕不争不强 也能够脱贫致富 广收钱财 在十年之后 注定功成名就 金玉满堂 生肖鼠 鼠鼠之人 近今年来的运势 一直起起伏伏 忽高忽低 让他们坠坠不安 不能安稳地过日子 从明年开始 他们就会霉运不再 由于金粹 天马两大吉星入局 他们明年一整年 有一名惊人之事 不仅形势顺畅了许多 而且能逢凶化吉 因祸得福 若是出远门的话 聚才的能力更强 再往后 虽然运势不会这么强盛 却也足以让他们 大富大贵 安康长寿 生肖虎 属虎的人 从明年开始 就已经进入到自己的好运年 事业上发展顺利 能够为他们带来很多的财富 爱情也是顺利 能够与自己爱的人喜结连理 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父母家人身体健健康康 少有病痛灾难 连续十年的时间里 属虎的人都是好运临门 裁员不断的状态 生肖虎 属虎的人从明年开始进入财神流年 所以财运上的收获会有意想不到的金钱入账 比如说别人无缘无故给自己送钱 或者自己捡到钱 来自于亲戚朋友的馈赠 或者是彩票中奖 来自各方面的好运 让属虎的人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 生活过的惬意又开心 成功是需要经过一些磨练的 这样的成功才会更加持久 所以人就是需要经历一些苦难 才能接受更多更大的好运 财运 如果自身福气不够的话 肯定是不能接受这磨大福报的东西 2021年将有一股财运到来 如果自身没有好运福气来支撑 就算赚到钱 也会从其他方面流走的 下面根据生肖命理推算 家人中有这次生肖 没运不进家 好事不出门 2021年上上级 生肖羊 属羊的人 在2021年期间的生活将有很顺利的转变 对家人一直都很关照 很负责的他们 不是弱者 更不会对生活表现出往后退的意思 他们相当的乐观 也拥有很积极的态度 2021年里的表现就非常好 事业上连升三级 贵人也多数会来指点自己 未来的日子充满进步空间 希望也很大 所以属羊人的未来也相当好 2021年里收获更大 幸福也长久 生肖属 属属的人 心地善良 做事情也相当乐观坚持 他们在事业场上的表现很好 常常能得到上司的赏识 又能得到身边伙伴的信任 左右逢源 可谓是如鱼的水 在2021年里 他们和家人也齐心协力 化解了矛盾 也解开了心结 幸福如影随形 他们的职场表现越来越好 彭扶也把成就的喜悦带给了家人 家庭氛围更好 生活其乐融融 生肖狗 属狗的人 心肠比较好 人也很负责 对生活的态度 可谓是相当尽心